日本媒體說 北朝鮮又要導彈試射 那這一回他們是亂報的 還是真的有證據 還有不是之前 試射清彈成功之後 包括美國 包括中國 其實都有一些聲音出來 難道真的拿金正恩 沒有皮條嗎 目前還是沒有很有效的辦法 來對付金正恩 因為一方面你又要維持 這個東北亞地區的穩定 二方面你又要讓 這個金正恩能夠屈服 說實在話 這個拿捏方面 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這一次是這樣子 是因為你做了第四次的核四報 那當然朝鮮說我是清彈試射 那有很多人認為說 以你這個爆炸的當量來說的話 應該不夠格成為這個俄國 或是中國大陸 或者是法國或是美國 所做的清彈 現在日本的這個間諜衛星 當然是日本的 不願意聚名的官員 他跟日本的共同社說 按照他們的間諜衛星 去觀察這個朝鮮的時候 他們發現朝鮮有個地方 叫做東昌里的火箭發射場 目前有一些訊號出現了 也就是說這些訊號 看起來是要發射火箭的意思 所以他們估計最快的時間 可能一個禮拜內 再準備了就對了 對 目前已經看起來 快要成熟了 所以最快一個禮拜 慢一點一個禮拜以後 他們要發射這個火箭 當然朝鮮絕對不會說 他要發射導彈 他一定會說 我是要發射人造衛星 他上次也是說 我要發射人造衛星 但是後來都導彈 對 後來事實上是導彈 因為人造衛星的火箭發射技術 跟導彈的發射技術 是一樣的 都是把它推進太空 所以他們是計算 它的太空的推力 只是打哪裡而已 對 而且就是計算 它的拋物線的飛行的軌道 然後再看它本身的載動量 有多少 換言之也就是說 如果它把它縮小化 然後再看它的載重量有多少 那我們就可以推 它大概可以飛到哪裡 如果說它飛5000公里 我們就說 開始是舟機彈道導彈了 飛到8000到1萬 那就可以打到美國的 任何一個角落了 這個對美國來講 當然有壓力 可是如果5000公里內的話 對日本來講壓力就很大 好 所以當日本講出這個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了 對克里來講 如果朝鮮又第四次的核四爆 又成功的試射導彈 那等於是它已經可以打到 日本的全境 而且有可能可以打到 美國的情況下 美國的克里 當然會到亞洲來走這一趟 可是就記得 我們上次在分析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克里的這個外交手段很笨拙 而且我們當時我就估計說 它可能沒有一個地方會成功 因為它先到這個遼國 遼國 遼國 對不對 接著到柬埔賽 然後接著就到北京去 那我們就說它到老撼 以及柬埔賽 是要請這些國家來去抵制中國 對 然後到中國 要來請中國去抵制朝鮮 是 我說全世界外交沒有人這樣玩的 但是它這樣玩 所以我們的預期預估就是說 它這一趟走一定都會失敗回來 果然它到老撼的時候 老撼我們強過了 它是東盟的輪子國主席 然後出來以後 這個克里他就說他們支持我們 然後非軍事化 東海 可是老撼馬上出來給克里打臉了 已經給他打了一次臉了 打了臉以後他到了柬埔賽 柬埔賽跟鴻燊談完了以後出來 結果人家柬埔賽就宣布說 我們對南海的爭議問題 我們主張由當事國自己去談 第二個我們主張是雙軌來做 那也就是我們叫做雙軌並行 那這完全跟中國大陸的論調 是一模一樣的 好 那就等於是克里去撒錢 然後因為克里 因為美國現在窮嘛 所以給的錢都一點點而已 所以給的錢一點點 人家也看不起你這個錢 錢照收 但是對不起 沒有辦法按照你的話講 所以繼續做他們自己的事 好 那就老撼沒有成功了 柬埔賽也沒成功了 就到北京了 北京就跟王毅見面 所以才去嘛 對 而且也見了習近平 習近平就跟他講了一個說 中美的關係很重要 中美的關係要走得好的話 兩個大局要走得定 那克里就跟王毅說 那朝鮮的問題怎麼辦呢 王毅就講得很簡單嘛 他說Tango要不就是兩個人跳 你跟朝鮮兩個人來談嘛 我北京來想辦法促成嘛 要不就是回到聯合國的安理會來談